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台海战备警巡反击美台勾连 据台媒报道2023年元旦前后解放军有多批次战机飞越所谓海峡中线 台媒称这是解放军战机史无前例迫近台湾空域 此外东部战区5号表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台防务部门称2022年12月31号60至2023年1月1号60 分别有四架次歼10、四架次歼16及四架次歼11 在台湾岛东北部空域活动 军机的飞行轨迹图也与台媒报道吻合 有岛内军事专家称 若解放军军机开始常态性在所谓海峡中线靠近台湾一侧实施训练 台空军如何因应处置是严重考验 现在台军在台湾北部的防空部署战略明显是错误的 有弹无机根本来不及拦截 据外媒统计2022年解放军共派出1727架次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而在2021年这个数字是960架次 2020年则是380架次 统计称战机架次从2021年的538架暴增到2022年的1241架 轰-6等轰炸机飞入次数也从60架次增至101架次 此外解放军在2022年还首度派遣无人机飞入台海周边空域 其中有71次都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 台军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称 大陆方面是想要表现决心和意志 威慑美国不要离红线太近 也不要越过红线 1月5号美中云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一切动向尽在掌握 此前国防部曾强调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针对的就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哪里有熟典望族分裂国家的行径 哪里就会有解放军的军事行动